我是蘇寶珠 這次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到佛稅酒樓的藝廊展出 我這次展了 25 幅的西畫 還有董先生展了 15 幅的攝影 這幅是木蘭花 我是先用特殊的方法打底 最主要是展現木蘭花盛開或未開 即將要開花包 這樣的一個生氣盎然的樣子 那也希望這個美麗的色彩 能夠帶給來參觀的人 非常愉快的心情 這一幅是聽幽童花落下的聲音 那幽童花在 4 月 5 月的時候 都會吸引很多的人去參觀 那我對幽童花也是有特殊的感情 它掉落的時候 滿地就如 5 月的白雪 非常的漂亮 那它掉落的時候 是輕輕的微微的掉落 但是你又感覺上 可以聽到它掉落的聲音 那這一幅最主要就是表達 董同花 它掉落的那種輕飄飄的感覺 想抓住它掉落那美的瞬間 好 我是台灣攝影學會副理事長董龍 那這次來參加這一次的展覽 就以這個蘭在墾丁做一個著作 這個是去年 去年春假的時候 帶著孫女到墾丁浮法那邊去 那他們在海邊在那邊吸水的時候 忽異間發現了這個美麗的場景 最可憐的就是這兩個小孩子 戴著帽子 一前一後 做一個 焦點 然後 這個面對廣闊的海洋 還有藍天 Tifty藍的這個天空 就覺得有一種很壯闊 浩瀚的這個感覺 然後我就喊了一聲小孩 然後那兩個小孩就轉頭 就轉頭 就表現非常的興奮 後來媽媽加護的戰局 媽媽加進了 就完成了 蘭在墾丁一二三 這樣子的畫面 這樣子的場景 好 然後 就一直在一起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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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中和行政组的主长杨茜茜 今天因为我们副局长刚好出差 所以由我来主持 那我们很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112年第三季的艺文展 那我们这次非常非常的荣幸能邀请董老师还有苏老师来展出 那我们这次是采摄影跟油画的双连展 那摄影作品的部分是由我们的董老师所展出 那他也曾经获得台湾影展的同胎奖 那油画的部分呢由我们苏老师所展出 那苏老师呢也曾经得过日本东京美术馆 然后国际书画交流展览展览会的银牌奖 然后非常的优秀 那老师也是曾经在那个国际啊 还是台湾各地都有那个政府团体 或是机关呢受邀展出 那果受好评 那我们今天展出的主题呢是 慢度日常及时光流转 那大家听到这个题目就觉得怎样 好浪漫好美哦 那等一下呢 两位老师会一一的跟大家 诠释一下他们定的这个主题 那我们的展出时间是到9月27号 那欢迎各位爱好艺术的朋友呢 然后经常可以来我们这边参观 那现在我们邀请特别来宾呢 第一位是台南市美术协会的 彭琼云理事长致辞 那第二位呢是邀请那个 台湾摄影协会的张万新副理事长 来为我们致辞 那我们欢迎他们 谢谢 大家好 好 很棒啊 今天看到这一次的展览也非常棒 我们的董主任跟苏校长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摩翰家庭 那他的儿子 他们的儿子今年刚刚 领选到校长 我们给大家鼓掌一下 二儿子领选到校长 二媳妇是国小主任 大儿子是特教班老师 大媳妇也是特教班老师 特教班包括了音乐班美术班 那都是属于特教班 还有发展比较迟晚一点的班 也都算特教班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班级 但是我不要一一介绍 因为太多客人了 讲到那么多会暂时间 你们看一看今天的那个作品 都很难得判到的一些特殊的造型 创意 等一下希望你们好好的去欣赏 还有董主任的社林 也很特别 也常常得奖 跟校长一样 都非常用秀的艺术家 恭喜你们 恭喜 祝大家今天非常的快乐 欣赏他们的作品 哇 苏老师真的很用心又很认真 他拍照 董主任也是很用心很认真的拍照 有的人喔 来拍一张照 得到一个奖 然后他就很少在拍了 但是董主任 每个礼拜七拍 你看他排了行程 到那个大陆去拍 我们刚到藤武拍回来 你看他抄得 他越拍越厉害了 他的作品有证吗 有证吗 有证 对啊 所以等一下你们要继续看一下 有问题 等一下问 问免质的啦 所以等一下好好看他们的作品 苏老师这些作品 没说 因为他长期在办个宅 我有空我都会去看 他的画笔 他的那个说法真的很棒喔 值得我们去赞赏他 感谢大家 因为让他们去解说比较好 因为他们的作品我也不怎么熟 所以让他们来解说 感谢大家 祝他们展之成功 感谢大家 你不能我们的艺术 但是他已经把艺术穿在身上了 还有我们袁小姐辛苦你了 那我们台湾市美术协会的这个理事长 彭琼炎理事长 因为我会 其实退休之后 我会继续再画 其实他是鞠躬绝尾 因为那时候大家好朋友 然后就要出去行圣 那从此呢就放不下这根饼 那再来就是我们前理事长 那个刘靖芳 刘理事长 还有我们郭隆贤理事长 这是我们前理事长 那还有好多的话有 没有一一介绍到 真的是不好意思 但是我 你们的荣情厚益 我真的非常感谢 那这次的主题呢 是慢度日常与时光流转 慢度日常呢 是我的重品内涵 时光流转 是我的画画的技巧的一个蜕变 那慢度日常呢 这个日常里面 我们的五感体验 经常呢 左右的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情感 还有呢 我们各种的 这个所中所为 其实日常里面就有很多 那么 他不断地 touch 我们的新森林 让我们呢 这个 会有很多的美感经验 那这些美感经验呢 就是我们日常愉快 生活的一个来源 那么这些的 这个经验呢 会 让我内化 然后呢 再输出 那输出之后呢 就希望呢 能够呈现在我的画面上 那其实每一图画都是一个景 你看到了一个景 但是我发现说 呈现出来的时候呢 却是不一样的画面 那么我这里有很多的作品呢 其实都是经过在内化之后 都不是你看到什么画什么 那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呢 随着时光流转 不断地推变 不断地去改变 那我希望呢 我的作品呢 是不断突破再突破 所以呢 有时候你看呢 会有不同风格的作品 很多人都会讲说 哎 这作品风格不一样 技巧也不一样 那为什么 这个会一直不同 那这是不同的时间 会呈现不一样的样貌 那这也是我自己 比较追求的部分 不希望我一个计划 然后用了很 就是用很久 那希望有不同的计划去尝试 因为每一个时期美感 经验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心理的感受呢 也不一样 那么以这一幅为例 这一幅画呢 我之前呢 其实它是一幅秋景 秋天的景色 但是呢 这一幅秋景画了之后呢 我就觉得 虽然它不画了 一幅也是很完整的一幅画 可是在我的感觉里面 我希望 好像我内在的期望 好像没有表达在里面 还有我的一些哲学思考啊 我的一些情绪 没有表达在里面 所以呢 我又把它重新再整理 就是重新把它打破之后呢 再重新再去把它规划 再去做成了这幅 那后来呢 又加上这个鸢尾 然后又变成了另外一幅图画的面貌 那这样子呢 我发现说 它的色调 以这些线条 它会呈现更多元 那你可以看出来 那些如果即使你画 是画不上去的 那个是你经过了这个 就是重整之后呢 再把它这个演绎出来的 它才会有这些不同 而且很多元的色调 那之后呢 再加上很多不同的元素在里面 那就成了这幅画 那其实很多人都常常会问我说 那你一幅画大概花多少时间 说真的 花很多时间 因为 因为每一幅画呢 就是你会不断的去 不满意 但是不断的去画 不断的再去修正 所以其实是花蛮多时间 那我记得我一次看一个 前辈画家的这个传记 然后他已经画到七八十岁了 那有一次在访问的时候呢 人家就问他说 你画得这么晚了 你为什么还继续不断在画 然后他就说呢 我虽然画这么久了 可是呢 我心中最满意的那一幅作品 还没有呈现 所以我还是要继续画 所以呢 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 我觉得说 像他已经七八十岁 所以照道理说都是大师节 可是在他的心目中 他觉得每一幅作品 还不是他最好的作品 那我 其实我也是一直觉得这样子 好像最好的那一幅 都一直还没出现 所以呢 我就一直尝试不同的画法去画 那我呢 也是会 会去 就是 你看山是山是这样画的 但是在画的过程 就觉得 看山不是山 好像不是这样 然后就重新打破 但是最后又是山 就看了还是山 就是又回到一个某一个程度 然后你就觉得 大概就是这样 其实都是反反复降的一个过程 那也会这样一个过程 激励我不断的去尝试 那同时呢也是一个动力 我 五十岁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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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一直画到现在 说起来我好像感觉起来 我是没有间断过 就是 不是每天画 但是呢 我也是经常就是会很持续在画 所以呢 在这十几年来 我真的没有间断 所以呢 那希望今天这边的呈现 也给各位呢 有不同的感受 虽然一户就是画就是在那边提醒的 事实上呢 它中间其实是有很多层次的 不断不断的去涂抹 滴流啊 渲染啊 这个 很多很多不同的技巧 在里面 那 希望今天 各位这么热的天气 然后幕后来 我真的非常非常地感谢各位 真的是 这个 这个 榮情厚乙啊 真的敏感 美 那也 祝福大家 都能够 平安喜乐 那今天的 这个 这场的 这个讲述呢 带给各位呢 不同的记忆 也是美好的一个维依 那 各位呢 人生的历史 跟我的历史 我们是有cover在一起的 就是因为今天这场生命 谢谢大家 那摄影呢 是 他可以不用陪我去玩 但是只要张老师说 我们到哪里去摄影 他就一定去 为了今天这一场的开幕 我昨天本来打算失眠 后来我放弃了 因为 我们要慢度日常 在公园两千里的时候 我写的 这个 一个对句 回文的对句 我觉得不错 跟各位分享 把生活当作旅行 每天都有好心情 把旅行当作生活 就可以随意而安 这个就是慢度日常 那么慢度这两个字 我要注解一下 慢如果是当作副词 度就是动词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搭配呢 这个就好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都吃得很平安 偶尔要去吃大餐 激荡一下我们的肠胃 所以他才能够活化 不晓得各位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想法 那 那 扭转时光 时光扭转 等一下 各位到后面看那个 照片的时候 我就再跟各位来做解释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展览呢 我是从 风生水起 好运来 在那个地圆里面 有一块大石头 那么有在四五六可以拍照的 那 关于四五六K 我要特别的 为我们台湾摄影学院做 驻日式行销 就是这一本 在这一集里面 我们的摄影大师 如芝德老师的大作 的这个论文 就在里面 四五六K 那边的这个 水流 那边的石头要怎么拍摄 各位现场的来宾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请向我们的李延里班主任报名 你各位就可以学到这些技巧 什么时候开课啊 哈哈哈哈 可以去告一下 那么我这 这次的展览是 诶 是从风生水起 那么第一个呢 呈现在最前面的那山谱 叫 南在墾丁 他是连作 南在墾丁一 南在墾丁二 南在墾丁三 这个就是去年四月份的时候 我带着我的花蕾的孙女 跟儿子跟媳妇 到墾丁浦王那边住了四天 那么就利用白天的到海边那边去 那两个孙女呢 刚好就到海边那边细水 最可爱的就是说 两个戴着那个帽子 一个往前一个往后 那都没有其他的障碍物 然后 这个时候我就拿起相机 就拍过去 没有完全没有任何障碍物 那水跟天 呈现很漂亮的 Tiffini奶 我不想要不要发音 对不对 Tiffini奶 然后拍完以后就 嗨 他两个小孩就转头 转头 嗨 然后后来妈妈又加入了战局 各位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就非常美丽的画面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风生水起了之后 那个人 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是一丝不挂 然后迎来美丽的景象 风生水起 到最后是怎么样子 一缕清烟 各位看最后一幅 就是一缕清烟 那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生命 过得很安然很自在 很淡定 我们就要坦然面对 那回应到 慢不日常 那各位我想 也不用讲得太多 各位慢慢从作品当中去欣赏 慢慢从作品当中去体会 那非常感恩各位 那非常感恩各位 今天的力量 给我们夫妻 非常大的鼓励 非常大的支持 你们 你们这样的荣情厚益 我们会继续往前迈进 继续的创作 感恩各位 这个作品都会有蓝紫色的设定 那这一幅呢就是描述 那个夜景 那如果说你问我说 这是画哪一个地方 坦白说有些是真的有那个景 可是呢经过内画之后呢 你也找不到那个景的痕迹 只是我心中的想法把它画出来这样子 但是其实的话都是有依据啦 有那个见 那么这个呢 天童话落下的声音 是在看欣赏童话的时候 五月雪掉到地面 那我很喜欢看它掉落的时候 因为风一吹 它掉落轻轻的掉落 然后会满地都是白雪 我很喜欢那个情景 所以呢 那个掉下来的声音 一直是在我的脑海里面 一直觉得我想把它画下来 所以其实这一幅呢 是我已经是第二幅的画 那之前呢也画过一幅 也是类似这样 但是不同的色调 那一幅呢已经有朋友收藏了 那么这一幅呢 就是你会看到 这个童话掉落的那种感觉 想抓住那个掉落的瞬间 跟这个动感 那么这一个呢 这个 这一个呢是根物 那一幅 刚刚讲的那一幅呢 是同一个时期画的 那就是本来呢 我是画了花 本来是画了一个花园 那三美女都是花 那也是蓝紫色的背景 但是很多的花 那画完之后呢 我觉得 就是这样花 好像感觉 没有我要表达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呢 我又把它打破 打破之后呢 又重新把它变成了另外一个画的样子 所以呢 呃 各位可以看到哦 其实呢 背景呢 其实是有 也是一幅完整的花 但是把它改变一下 就有不同的面貌呈现 五六月的时候啊 都说我去拍荷花 那就是荷花 盛开的样子 那我只是想画出他的那种荷花的节奏感 就是那个节奏 那这个呢 也是呃 这个是呃 于松 那如果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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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們的感覺就是非常舒服的 非常接近法治然的顏色 所以就把它呈現這樣子一個角落 就是一個角落 一個剎那的那個剪那個畫面 那這個是看到一朵花 那麼它盛開的時候 它就即將要凋謝 那我心裡就會常常回想 這麼美的花 那凋謝了就覺得很可惜 那它的花都即將要凋落 那我想把這個美的瞬間把它抓住 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這邊大部分這些畫完之後 我覺得畫面有點單調 所以我用朋友的方式 又讓他讓他重新改變一下擋過一下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麼這個呢 是就是有一次 跟好朋友 去那個嘉興 就是在大陸的一個老街 那麼所拍的 那我那時候覺得那個感覺 非常的好 所以其實這個畫也是後來 找出照片再畫的 再把它找出來再畫 那麼就就就呈現這個樣子 那這個這一幅呢 本來我是畫了兩幅 那一幅呢 是看三四三的樣子 就是你看到的荷花呢 就是開滿了白色的荷花 那這一幅呢 是同樣的景 經過又不同的變化 然後就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兩幅放在一起啊 其實它是同一個 但是完全色調 完全不一樣 之前畫的那一幅呢 是一般荷花的那種 比較茉莉的色調 那這一幅呢 是經過蜕變之後的色調 好 那這個不一樣 那另外一幅呢 一個學生跟他習慣 所以他就收走 好 那麼這一幅就呈現這個樣子 那麼另外那一幅是白色的 這一幅呢 我是用一個比較 比較粉紅 粉色的 好這樣的荷花 有一幅畫 那這個就是重新又把它打破 重新再組合的 那麼重新組合之後呢 就會變成一個幾何圖顯 或者不一樣的圖顯 那現在就是目前 我發現我好像 現在目前好像比較停留在這個 這個地方 去打破之後 就重新組合 目前啦 就停留在這個地方 希望下一次呢 還有不同的風格啦 那麼這兩幅呢 是水果的 水果的血深 那麼因為我想說 這是一個辦公場所 那大家平常上班也很辛苦啊 所以呢 我想說用比較柔一點的東西 去放在門口 那大家一進來呢 這個會聖經解渴啦 尤其是你家 細嶺 因為我常跟朋友去彩虹山莊 那朋友都會帶我們去細嶺看日出 那細嶺那邊的這個 那邊的三呢 是三嵐祈福 哎呀我們向陽的理事長 今天也到了 謝謝你 好 那那個 細嶺的這些三嵐祈福啊 還有呢 我們去看日出 那日出出來的 其實那幾分鐘 整個變化呢 非常的豐富 整個天空的變化非常多 還有它三嵐很多 那就是經過變化之後 就變成這個樣子 呈現出來就這個樣子 那這一幅呢 是呃 城市的協奏曲 但是之前就有了構圖 那後來呢 我又重新又把它處理一次 重新又把它變化了 哎 好 我們十月份跟韓國交流 要去展的這一幅畫 就韓國古山的交流展 這個在中油百貨 這一幅我要過去展 那這一幅呢 呃 就是 也是一樣 心裡的有 心裡上有一個景 有一個景在心裡 但是 呃 我希望把它呈現出來呢 呃 就是稍微不一樣的 呃 就是用集合圖形呢 去表達 我想要表達的 一些實體的東西 那呃 就是慢慢的 會去褪變 好 那這一幅呢 是等一個人的咖啡 嗯 這一幅呢 其實你可以想像 你在那邊 坐在那邊 然後等一個人 然後看著窗外的美景 陽光透進來 非常地明亮 那你一個人在那邊 那麼你是想做這個年靜呢 還是想做這個寂寞 還是想做這個孤獨 就是 就是 想等一個人的咖啡 那我 我 就是拍到 看了這一張的時候呢 我就一直很想把它畫下來 那本來呢 其實我心裡所畫的不是寫實 心裡想要畫的 有可能之後我也會把它改變 但是後來我就覺得這個景 這個氛圍太好了 所以我還是把它留下來 所以我還是用寫實的手法去畫 那你說說不定 本來我是畫完之後 是要再改變的 是要再改變的 那後來我覺得 嗯這個感覺也很好 所以就把它留下來 是 五色鳥 這個呢 是我在東聯陸 東聯運動公園 我實際去看到的這個景白 那看到五色鳥呢 就是鑊那個洞 然後在那邊液廚喔 它這個是洞應該是蠻深的 而且它鑊的洞非常的圓滑漂亮 那它就在那邊鑊洞 然後就在附近在那邊飛來飛去 那因為我那一陣子早上都會去那邊走路 或是下午都會去那邊走路 欸它經常是在那邊進進出出的 就是浴廚嘛 所以它進進出出 那我覺得那個感覺很好 但是我如果說我拍到的 然後我這樣子畫出來 我覺得有點單調 所以我想表達它那個著動 然後浴廚的經過 所以我後來呢 我還是決定用理由的方式 去表達 所以昨天有一位朋友來看 他就說這個有嘴夢畫的感覺 其實它是壓克力的顏料去畫的 那後來我就用滴流的方式 就變成就這樣子的結果啦 就變成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孔雀 那麼我覺得藍跟紅的搭配 是非常美的搭配 所以一般畫孔雀可能是在森林裡面 但是呢我讓他停在古屋 那其實我那時候畫這一幅我的想法是 我希望就是孔雀他是非常華麗的 可是呢我希望他是在一個老屋 然後華麗轉身 然後飛出去的 那所以我這個老屋是非常老舊老舊的老屋 但是他有很古古的感覺 那這個呢是藝山季 就是我們潛上面 就是有一個季芒 就是那種藝山季的這個 那這種花呢 他是越高山他就開了越亮 然後他其實很多的刺 很多的刺 那麼這一個的組合呢 我就覺得那個色調我很喜歡 所以就他做這樣一個組合 那這個是這個就是一個老屋 然後畫好之後呢 有一個朋友他說他喜歡 因為還沒拿著 所以我就把他拿出來展 這個是有朋友要的 那這個最主要是表達那種就是老的牆壁 也都長青苔了 然後很老的那種古圖的感覺 就希望呈現就是那種老屋的氣氛 好